大家好,我是劉姿瑜 我是陈玉婷 我们的主题是 小强酒醉会嗨还是呢 酒精跟增浪行为与生理是Horby's效应 与其他效应的探讨 指导老师是蔡瑞福老师 我们在上修课的时候 在植物的单元有一个小节讲到 植物对环境刺激的反应 其中一个反应就是向性 我们知道植物器官在不同的生长速浓度下 会有不同的表现 像这张图所表现的根、牙、精细胞 生长速浓度在相对低时会促进其生长 但在仓物浓度后 反而具意致效应 于是我们好奇 像这样的反应是否会同样发生在动物身上呢 这让我们联想到人类喝酒时 会有喝嗨喝闷的现象 在我们刚喝酒的时候会感到异常亢奋 出现脸红的症状 可是在喝了更多酒之后 我们会开始头晕想睡 最后失去意识 在我们引用的文献也有提到 摄取低到装冷剂样的酒精会造成心跳加快 血压上升 而摄取高剂样的酒精反而会导致心力下降 心电腹异常 这样就好像植物所表现出来的反应曲线 在经过讨论与查理会更多资料后 我们知道这样的关系曲线在毒物界与医学界被称作为hormesis 甚至有人把它称作为革命性的发现 hormesis是用来描述数据有低剂量促进而高剂量抑制的反应 像这张图就是导U型的hormesis型 也包括低剂量抑制而高剂量促进的反应 像这张图就是J型的hormesis型 而我们一般常见的剂量效应是像上面两张图的线心来预止型 目前有关于hormesis的了解 许多是来自于放射线治疗对癌细胞的影响 也就是低剂量的放射线处理反而会导致细胞的生长增生 如果可以善用hormesis的这种关系 癌症治疗将有一大突破 目前有关于酒精的hormesis研究 多半是针对不同酒精剂量对人类健康与总死亡率的影响 我们想知道酒精中毒后的生理与行为表着 亦是否具有hormesis效应 同时探讨每周蟑螂酒精中毒后的生理效应 以下是我们的实验架构图 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运动行为和生理作用 再来进入到我们的研究 为了方便操作 实验前我们建议二氧化碳麻醉重体 并依不同的需求将其固定 图A是最传用的方法 我们将蟑螂孤步朝下 直接固定在蟑螂物贴纸上 图B则是保留一只可自由活动的后足 图C则是 图B的设计可以让蟑螂自由移动 图C则是保留一只可自由活动的后足 这是我们自制的酒精摄入装置 我们依不同的时间控制摄入计量 这张图是移动状态的实验装置图 我们将蟑螂放在内径20公分的大培养面内 用缩时录影录制蟑螂2小时内的移动情形 再用蓝体tracker记录其入境 这是蟑螂的移动度镜图 可以看到在摄入酒精10分钟后的蟑螂 移动状态并没有太明显的差异 但是在摄入更多的酒精之后 蟑螂的移动能力明显下降 甚至几乎不动 计算移动速率后可以发现 摄入较多激量的酒精后 蟑螂的移动能力明显下降 图中的这个记号代表该数据与对焦图相比 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在之后所有的图中 这个记号都代表相同的意思 再来是呼吸与代谢的实验装置 我们透过张蓝呼吸时的气体体积变化 得到相关参数 收入酒精后对焦囊的换气期并没有影响 但不换气期会随着收入的剂量增加而拉长 将换气期加上不换气期即可得到呼吸周期 图中可以看到收入不换气期的影响 呼吸周期也随着收入的时间 摄入的剂量增加而拉长 代谢的部分利用轻氧化钠会吸收二氧化碳的特性 我们得到了耗氧速率与产二氧化碳速率 从图中可以看出摄入酒精10分钟及20分钟的阻别 耗氧速率下降 但在产二氧化碳速率部分 则只有摄入酒精10分钟的阻别有所影响 将耗氧速率处一场二氧化碳速率即可得到呼吸伤 可推算摄物体的主要代谢物质 代谢糖类的呼吸伤是1 脂质是0.7 酒精则是0.66 从图中可以看到 蟑螂的呼吸伤呈现先降 后生带降的趋势 这是显微惊吓的蟑螂胸部第三节心脏照片 我们会先录制一次蟑螂的心脏活动情形作为对照主 再将蟑螂放入酒精摄入装置中 之后再录制一次 记录心脏内壁的收缩情形得到以下结果 摄入酒精之后 蟑螂的心动周期与心薄量间上升 然后上升的幅度会随着摄入的剂量增加而逐渐趋缓 将心薄量乘以心跳速率 也就是心动周期的导述后 就可以得到心处出量 从图中可以看到 心处出量的趋势也与前来向指标是相同的 免疫反应实验是以蟑螂作用作为指标 将触角植入蟑螂体腔中15分钟后取出 以蟑螂截面基大小代表反应强弱 下面这张图就是经过蟑螂作用后的植入物照片 图中的黑色猩猩代表该数据与字体触角相比 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我们可以看到摄入酒精20分钟的组别 组别免疫反应明显被促进 脂肪体触媒活性的实验设计 与前面的呼吸与代谢是相同的概念 透过触媒与硅氧化氢的反应产生氧气 计算反应速率 这个实验我们还分成摄入酒精后5天 摄入酒精后5分钟后测试 以及一天后再进行测试两组 观察不同阶段的触媒活性差异 图中的白色猩猩代表该数据与摄入酒精后5分钟 立即测试的组别相比 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我们可以看到酒精确实会促进 酒精确实会促进张郎的脂肪体触媒活性 且一天后再测试 活性对促进的幅度更加的明显 最后是部组反射实验 我们以电极刺激张郎部组运动产生反射 每只张郎电极十次后减除头部 再电极十次 记录后组这三点的坐标变化 得到以下结果 张郎在摄入酒精后 每次反射所需的时间缩短 且角度变化增加 计算角速度后得到这张图 可以看出酒精确实会使张郎的 部组反射幅度增加 为了方便整理 如将上面所有的实验结果汇整成这张表格 可以看到在移动及呼吸实验中 尽量消息间呈现线性关系 而在代谢 清脏活动及免疫反应 各项指标间出现hormicase效应 其中 汗氧速率与常二氧换碳速率为追行 其余则为导U型 接下来我们将针对各指标的实验结果进行讨论 首先是运动行为的相关实验 酒精是已知的中枢神经抑制剂 搭配我们知道的美东张郎中枢神经结 就是它部组反射的影响 我们认为 张郎的移动能力之所以会下降 是因为酒精抑制它的中枢神经系统 导致移动时的步伐满山 以及部组反射幅度增加 而在生理作用的部分 由于我们的实验是借由张郎换系的同时摄入酒精 因此我们认为 张郎可以借由拉长不换气息的时间 来减少酒精的摄取量 在代谢实验的部分 张郎在代谢酒精后呼吸上会下降 然而在摄入更多的酒精后 因酒精引发来各项生理作用 或者是为了进行中毒后的修复工作 张郎急需能量 所以此时该以代谢糖类为主 然而酒精本身具有抑制糖值新生的功能 所以在摄入更多的剂量之后 张郎的呼吸上再次下降 这是模拟张郎原本的心脏活动状态 在摄入低剂量的酒精之后 张郎的心脏缩缩度增加 心跳速率变慢 整体而言循环的力是较佳的 然而高剂量的酒精 可能已经超出张郎属的承受范围 反而导致循环的力下降 生物体的各种碳泄产物 会在体内产生各种过氧化物 产生氧化压力 需要触媒进行工作 摄入酒精之后 张郎的代谢产物增加 进而促进了张郎的触媒活性提升 以为是体内的平衡 免疫反应实验与我们预期的结果有所差异 酒精是促进了张郎的包囊活性 但是在查阅更多的资料之后 我们发现 有学者曾经提出 在战获桃反应下的昆虫 会减少提供给免疫系统的能量 又为了始虫提保 是一定的免疫能力 部分的免疫作用法会被促进 而包囊作用就是其中之一 只称为对免疫反应进行的重新配置作用 因此我们认为 酒精可能也有这样的效果 这是张郎原本的免疫能力状态 在经过重新配置作用后 免疫反应受到促进 但同样的 过高阶段的酒精 可能使张郎的 已经让张郎的重新配置作用消失 所以从结果中 与原本的状态看不出差异 在免疫反应的实验中 我们发现 酒精似乎与张郭桃反应有所关联 所以我们将实验结果与它进行比较 却发现它与Quentin Supply 低调与供应反应更为相似 相同的部分 我们以黄色的底色标示 Quentin Supply 被认为是张郭桃反应的预备反应 是之前的实验 张郎在接触警告费物棚后 出现了各项生理特征 因此我们推测 因为酒精与警告费物棚 对张郎而言 皆不是强烈且立即性的刺激 不足引发降或逃反应 进去 警告张郎出现了Quentin Supply 低降与供应 需要在进一步的逆境状态 才能引发降或逃 说了这么多 还记得我们这一开始的疑问是什么吗 酒精中毒后的各项行为与生理特征 是否同样具有Hormis的效应呢 以及 北东藏行中毒后 各项生理特征是什么 首先我知道了 涉入酒精之后的各项行为特征 确实有Hormis的效应 而这些效应多集中在生理作用的部分 在移动行为的相关实验中 者没有看到此现象 这些都是我们在实验之后 得到的 蟑螂摄入酒精后出现的各种生理特征 虽然与人类未有差异 但整体而言 都会先进入兴奋期 沉着摄入的激动增加 再逐渐转入昏睡期 在讨论实验结果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 酒精与帐户槽反应有些关联 还可以引发帐户槽反应的预备状态 快点低调与供应 接下来 底下是我们的参考资料 回到我们这一开始 回到第一页 小强酒做会嗨还是吗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 小强跟人类一样 可以先嗨 然后吗 我是陈玉婷 我是刘姿瑜 我们想要说 不管做了多少 不管你走了多远 都不要忘记 回到第一页 回到最初的样子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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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